生产是保供文价的基础 随着扶持生猪生产 各项利好政策的落实落地 加上市场行情看好 养殖户不然增样的积极性明显提升 生产恢复向豪的因素明显增多 生猪生产整体上进入了直降回升的转折期 我们综合生猪存栏 能反母猪存栏环比降幅明显收窄 规模猪场生产由降转增 猪资料产量直降回升 种猪销量持续大幅增长等情况判断 各项政策和市场因素 都对提振养殖信心有极大的帮助 养殖场户生产积极性正在进一步提高 按照这些趋势 年纪前生猪产能 有望探地回升 市场供应将逐步增加 明年有望基本恢复到正常水平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